刚刚呢有个大货车 往后到了一点 到的时候没有注意后方的车 结果怼上后面的小白车了 面包车穷游中国 这里是陕西 重庆 湖北的交界 此刻车子已经开到山之巅 但是依旧到处都是房子 大家可以仔细看视频 当地人的房子都是建在悬崖边 此处基本没有外地人过来 大家看看前面这个高速 正在建设中 真的是不容易啊 那边还没有盖好 这估计通了呀 还得好几年啊 这个高速 你过着去吧 老公 你下午开了几公里啊 34公里 开了34公里 大货车开得又快 又不让道 老是啥车 现在他们俩挫不开 你看到吗 挫开了 就是我们在山里面嘛 这车特别难开 路难开 就是老窄了 一挫车就好难 然后这个大货车 我老公想操他 老姨子没有机会操 咱们后面是一大堆车 这突然又停了 没怼上他吧 大货车怼上了小白车了 我也感觉自己下来了 不然会让他走 终于抄了 大货车也停了 大货车 不是 他开车开得还挺快的 然后他时不时的就 因为他开得快嘛 所以他得经常踩刹车 然后我们也得跟着他踩 没错 大货车错不开 那为什么是咱们退啊 咱们转不过大货车 只有咱们退 大货车 那就是咱们不好错车的时间 谁是落着谁先退了 那按理说这边是咱们的道 应该他们退 走右边 安康方向 前面这个山呢 就是 陕西和重庆的借山了 翻过这个山呢 就到 陕西了 再看看这个路牌 震平是56公里啊 56公里以后就高速了啊 刚刚呢有个大货车 差点碰住我 往后倒了一点 没啥大问题吧 没啥大问题吧 你们闪现哪里的是不 安康 安康 没倒的慢 不好意思啊 真不好意思 好好好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对不起 幸亏没事 安康的啊 我可碰一下 幸亏倒的慢啊 刚刚拐弯的时候呢 有个大货车 还那个脚啊 我看要碰住了 往后倒了一点 然后碰了一下 明显能感觉到 撞下车的 是不是 对 幸亏没事啊 我下来看了看 不是 你都明显感觉碰了一下 为什么人家车会没有事 后面车刚好是牌子知道吧 刚好顶到牌子上 要把人家气给碰一点 人家会愿意 是不是 再一个的话 咱们的后面也是塑料 有个保险杠那种塑料突出的 比较是说的 没啥大问题 要是咱们这前面这个 那不行 那直接进去了 马上到山顶了 这是小插曲啊 小插曲 那还得感谢人家 对 感谢人家 就是你不管 他的车有没有受伤 他自己下来了四个了 看了嘛 都说没事了 然后他们就上车了 但是如果你要是碰着那种的 你说你怼了一下人家 人家叫你赔一点 那也是无话可说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陕西安康和重庆 乌西交界地方还是不错的 真的不错 对 这我也是头上冒汗 那自己因为自己就是推了点车怼着别人 那肯定都是 前面那大货车过不去你知道吧 对 那个大货车拐弯 因为这个路很窄嘛 这车都翻了 这司机啊 朋友们到山之巅了啊 看看这个山 感觉都在脚下了 车子停在路边了 稍微缓一下朋友们 然后呢 应该是最高点了 再开不高了 到前面就该下了啊 然后你看看 我们就是从最下面上来的 这一片啊 都被树啊 给挡住了 这看不清楚啊 咱们呢 直接放个无人机看看 朋友们 陕西重庆 也是湖北的交界啊 三 这一片子 就像我一片子 就像我一片子 那一片子 就像我一片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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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